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風非常的大 然後剛剛還把我的噴災就吹歪了 然後就成立了一下 現在看到現在風非常的大 那現在大家看到眼前的這一小盤啊 是我這兩天去買的新的東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個好了 這個叫雪之女王 然後這個叫馬蒂巴 這個叫欠古典 好那我接下來要再弄一個東西 讓我覺得他們非常的相似 我買了這三個 這三個很漂亮 就是包心蓮花的 但是呢我有問老闆說這個是什麼 他說他不知道 但是我發現它是不是就是陰虛 他也是同樣都是一隻長在外面露羊的狀態 所以說一點都不用擔心身體都非常強壯 然後他也是一樣都是在外面露羊 但是出來的型態都不一樣 所以說人家說小盆的比較好控羊 真的是真的也比較容易出狂 然後接下來呢還有買這個是 這個是陶之礁 剛剛看不到說的陶之礁 然後這個是 壁陶 然後這個是白鳳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壁陶 但是這個壁陶還小的時候是不是很像 跟白鳳有練的一通 對齁 壁 二 三他們都是壁陶 這三個都是 好幾家 這三個是同一款型的 然後這個是 粉紅佳人 粉紅佳人的蟲蟲蟲蟲 很漂亮他也有顯色 這個也是就是全露羊的 然後這個是 藍鳥 火夜藍鳥 火夜藍鳥 他也是很漂亮 也是臉花型 但是這一盆真的就不知道它是什麼耶 因為我問老闆老闆不知名 就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是他的心態也是很好看 所以我就把它 帶回來了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別人說貴寶地對不對 這兩天我從 我們 家周邊的附近晃了一下 我才知道我們周邊是露寶地耶 昨天看到了 一大 牌的那種露棚耶 好驚人喔 然後 改天 有機會 再去 看一看 那等 疫情順利過後 再跟大家介紹 我現在去都是趁沒有人的情況之下 我都 跑出去 翠翠風 晃晃 所以說我都沒有跟人家做所謂的群聚的狀態 所以說我不會把自己 自身在那種危險的環境裡面 那也因為 有這樣子的 情況居家 也讓我更知道 周邊環境是怎麼樣 或不然其實我真的不了解我周邊環境是什麼 因為 周邊不是我的活動區 所以說我真的不是那麼的了解 那拜這次說辭讓我更了解 我們所在的地方是多麼的方便 而且真的是一個 肉堡地 好多喔 好多大棚喔 那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若是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點訂閱按讚 謝謝 感謝各位 掰掰